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其实我之前录了好多视频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剪辑 所以就一直没有更新 好多朋友朋友都私信问 我是不是挺好的 我确实挺好的 我们家人都挺好的 然后这个呢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最新的 我争取明天就赶紧更新了 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就是我受邀啊 参加了PM的2022年的欧洲之旅 就是去科罗地亚 然后因为可以带家属嘛 然后当时我们就商量 要是我们家那位 跟我一会儿去的话 就孩子没人看啊什么的 因为他还不到15岁 还不能德国的法律 15周岁以上就可以 自己在家带着 他还不到15岁 然后所以就 我就跟我婆婆说了一下 然后我婆婆就立刻啊 就是一分钟都没迟疑 我都没想过这事 然后一分钟都没迟疑 说行没问题 我去 我去度赛给你们看孩子 你们俩踏踏实实去玩对吧 因为这个PM之旅 其实就是一个玩 当然肯定也有开会啊什么的 但是开会毕竟 占的比重比较小 主要还是玩 去科罗地亚 这么着呢 我们去科罗地亚 大概去八天 然后呢 我婆婆一说行 然后我立刻就给她 订了火车票 然后我订完火车票之后呢 跟我这边一好朋友说 我好朋友说 老太太八十多岁了 自己坐火车吗 不接吗 后来我一想 还真是的 八十多岁不接吗 后来我就赶紧 跟我们家那位商量 我说咱用不用去接一个 然后就 我们家那位就说 不用不用接 坐火车一点都没问题 所以八十多了 同志嘛 真的 然后我跟我婆婆说 我说你用不用接呀 然后你看看怎么样 然后我婆婆说不用接 然后包括到杜赛火车站 她那意思都不用接 当然都到杜赛火车站 肯定得接呀 然后今天我们家那位 那个去接了一下 然后我这个也是到家 我婆婆看 还给带的礼物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吧 但是就是还给带礼物了 这个是一个德国的 叫什么 应该是浴液吧 我觉得是 对浴液 都是 然后这个是男士的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跟我们家海里 也是这种精美包装的 包装都一样 然后是一个2023年的一个 时间日历本 然后老太太也是挺讲究的 哎呦 特别感谢我婆婆 然后从布莱梅 坐火车到杜赛俩 多少时呢 真的挺好的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吃的 一会儿大家可以看那视频 我炒了一个鸡蛋兴事 因为之前啊 我们就把那冰箱里的菜 什么都消化消化 因为都是中国的嘛 就是中式的什么的 然后怕我婆婆不会做 然后所以就消化差不多了 还俩兴事 本来说今晚出去吃 但我婆婆那一个 不太乐意 虽然我们也没大准备 然后炒了个鸡蛋兴事 然后炒了一麻辣香锅 那麻辣香锅里有米粉 因为德国人特别爱吃米粉 不知道为什么 米粉粉丝都特爱吃 然后搁了点西油瓣 然后这是我比较爱吃的 然后还有那个大虾仁 还有虾 还有什么呀 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些吧 然后搁了点葱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做的还是挺香的 然后我们穿饭 然后大家一会儿可以看视频 然后那个甜点是一个那个 巧克力蛋糕 然后里边有那个 巧克力酱 熔盐的 那个不是我做的 我婆婆也问过 哎呦这是你做的呀 我说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我买的 就是德国超市那买完以后 然后你跟那个微博路里转一圈 然后出来就那效果 特方便 然后大家愉快的吃饭了 哎呦太感谢她了 如果要是我婆婆不来的话 肯定就是我一人去了 一人去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种美好的这种旅行啊 然后如果要有你的那个伴侣的话 肯定就是更开心 哎呀 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有感而发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点 我婆婆来了之后 你知道人们德国这婆媳关系 就特别简单啊 我给大家讲讲 因为我婆婆来了之后 问了我一句话 差没把我给愣的呢 我婆婆说 我今儿晚上是睡沙发呀 还是睡哪屋了 然后我就想老太太都抱着 咱们可能睡沙发呢 我说我说您睡 那个小孩那屋 小孩睡沙发 要我们家做三屋 俩卧室一客厅 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你想想 就是人家吧 他跟中国有点不一样 我就是感觉这样 就是跟中国有点不一样 就是人家到了你们家吧 就不管是从餐具啊 然后还有那种吃啊喝啊 就是完全就体现你是一女主人 就是听你的 就是那种感觉 真的是那种感觉 然后你要去了他家吧 然后他也能做主 他就用什么锅做什么饭 什么都是听他的 就是这点特明显 就我们家 如果去圣诞节的话 我们家小孩是跟他奶奶住的 然后也是就得听他奶奶的 然后但是他奶奶到我们家 基本上就都听我的 然后我们肯定不能让 那个老人那个睡沙发呀 虽然我们家沙发也不难受 但是就小孩睡吧 然后那个他就上学去了嘛 然后老人好好休息休息 然后今儿晚上也没出去吃 然后明天晚上是 那个小睡哥来 就是Mark News来 然后看看是出去吃 还是那个一块在家吃 但明天晚上我肯定做不了饭 因为明天晚上我们家孩子 有一个见证会 所以呢我估计我做不了饭 看看那个我们家那位 给在家做饭 还是我们一块出去吃 到时候也给大家更新视频 因为好久没看见 Magnus了 我们都挺好的 然后也谢谢大家 这么长时间一直这么关心 还有关注我们 然后非常的开心 一直过的都是 非常非常的顺心的 然后也期待那个 大家能一直 这个follow我的这个更新 然后我去Claudia 跟着PM之旅一块玩的话 我也给大家更新点视频 其实今年暑假的话 我们是去的 我们是去的那个西班牙 Tandrefa 岛 然后也录视频 就是一直懒得剪 然后你要是不剪辑一下 然后你就是片段片段的吧 我觉得人都看不懂 那是什么 就吃一个就喝一个 所以还是得剪一下 起码得后期赔一下音 就不像现在也是这么聊天 我可能直接就发了 你知道吗 再配上点吃饭的视频 就完事了 然后呢 慢慢剪吧 反正大家这个好饭不怕晚 有我力争 勤奋一点 然后努力一点 然后给大家多更视频 也谢谢大家持续的关注 然后接下来呢 就大家看一下简短的 非常简短 因为我们一直从头到尾路 他们吃饭的视频 我们家与国外吃饭的视频 谢谢大家 在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喜欢紧紧更写开心的歌 搁上我的暗尘蛋和辣油 红烛通透的火锅 生菜过一下沸腾的红油 加起来就可以吃了 叫起来的时候 让我想起从前的感觉 最爱的暗尘蛋店 两份才符合我的性格 如果愿意分享给你 那是在说我 喜欢上你了 吃了我的暗尘蛋后 你啊就是我的人了 吃了我的暗尘蛋后 你就要跟我走了 下锅的千叶豆腐 它会飘在水面 放在配好的麻油浆里 然后再夹到你的嘴边 我抵制不了煮熟的牛肉 羊肉放在我的面前 下一秒便是 狼吞虎咽的容颜 豆芽紧张出色水果拼盘 鸡蛋火腿还有撒鸟牛丸 可乐三枚汁一瓶一罐 吃饱 再见 哼着唱着我的